大家好,特斯拉首席政官马斯克的周五放出了一张与国家主义习民握手的照片 特斯拉的官方微博也称了两人在APAC期间晚宴聚会 中国领导人对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表达了支持 握手的照片获得了5820万流量 马斯克也贴出与习民握手后的照片并简短的写道 愿所有人都能繁荣昌盛 彭博社指马斯克特斯拉公司与中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再次得到体现 习近平表达了对这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与中国公司合作的支持 马斯克也对中国的热情接待表达了感谢 特斯拉的中国官方微博表示 是15号晚间特斯拉首席人员马斯克受邀参加了旧金山举办的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宴会 习近平在会前小范围招待会中会见了马斯克及其重要代表 对马斯克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表达支持 马斯克表示感谢并赞赏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 今年是特斯拉进入中国 市场第10年19年建成投产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成为特斯拉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和出户中心 文章指让我们很荣幸参与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 衷心感谢一直以来各位朋友给予的关心 鼓励和支持 我们会继续在中国深耕 期待在新能源汽车、储能、人工智能等领域与行业共同发展 此前特斯拉的马斯克曾表示中国必然统一台湾 今天苹果公司也宣布暂停了马斯克旗下社交网络平台X上的所有广告 这决定是在马斯克周三发表了反犹太主义的言论之后做出的 苹果并不是唯一一家退出推特广告公司 IBM本周也表示正在撤下与X相关的合作 欧盟未来也不计划在马斯克的社交媒体网络上投放广告 白宫今天早些时候谴责了马斯克的言论 X的员工告诉纽约时报 他们一直在接听其他公司对马斯克表示不满的电话 马斯克因为支持一个反犹帖子面临强烈反对 164名犹太拉比和活动人士呼吁苹果、谷歌、亚马逊、迪士尼 停止在X上打广告 所以大家有知道谁背后是犹太资本 我再说一遍 苹果、谷歌、亚马逊、迪士尼 这都是犹太资本 并要求苹果和谷歌从他们的平台上删除 那么立场偏左的非盈利组织美国媒体事务周四发布一份报告 苹果、IBM、亚马逊、甲骨文等公司的广告出现在极右帖子旁边 周三马斯克回复了一篇帖子 声称犹太社区支持对白人辩证仇恨 具体来说 马斯克表示 他们说了实话 我那也看了一下 马斯克他支持这个帖子 帖子叫大替代理论 这个理论是一种白人至上主义者认同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认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非白人移民正在取代白人人口 该理论经常被用来反对支持移民犹太人 马斯克对这个评论表达了赞同的观点 他说这是事实 那这番言论引起舆论海啸 马斯克多年的媒体记者兼播主叫卡拉斯维舍 他说马斯克在煽动仇恨 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发布旨在伤害他人的言论是有区别的 X现在紧急出面 所有人都不应该歧视他人 且非常明确自己在打击反犹太主义和限制歧视上的责任 现在马斯克的这个大股东呢 也兼联出面要谴责马斯克 特斯拉的股东叫格伯川崎财富管理 联合创始人兼CEO罗斯格伯 他说由于马斯克的言论 他不再开特斯拉的汽车 特斯拉的股东之一呢 加州的奥克兰社会影响基金 在声明中表示 呼吁特斯拉董事会谴责马斯克的行为 对马斯克实行包括降值 重新分配 停值或免值等处分 那特斯拉股价看来的影响并不大 隔夜的特斯拉呢 他的盘出曾跌3% 早盘呢又转涨 收涨0.3% 这个实际上呢 特斯拉呢 他现在情况来看 他并不会受到马斯克啊 他在X平台上的影响 因为大致马斯克这人 他手下的这个产业 他不光是有这个X平台 特斯拉他还有SpaceX 所以呢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他这种言论 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到 他的其他几个交叉产业 又说实际上马斯克啊 他背后呢 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啊 政治还有经济利益关系 所以说现在你说马斯克啊 他这个言论 导致特斯拉公司 或者是X公司 SpaceX公司 都出现这个股价大跌 现在是不太可能 因为马斯克他是交叉利益 他这个公司 他这些公司 你看啊 他的特斯拉在中国 所以他在台湾底下 他支持中国 但是中国并不允许 他的SpaceX啊 包括他星链公司 进入中国 那他的星链呢 又依赖于美国 星链公司依赖于美国 所以呢 他的SpaceX公司 和美国政府 关系又非常密切 那么他的这个X啊 也就是他的这个推特 那现在也不能进入中国 所以现在马斯克在很多方面 他是中国和美国两边下注的 所以大家要看 最后呢 我谈一下我的看法 马斯克这个言论呢 实际上是美国的这个 红脖子啊 叫白人至上主义 他经常引用的这个 大代替 替代理论 就是美国白人呢 未来会成为少数民族 大量的移民啊 之前不光是指的犹太人 还包括黑人 墨西哥人 华人 来取代白人 成为北美大陆啊 昂鲁萨克逊国家的主体民族 这样的话 昂鲁萨克逊被边缘化 那在我看来呢 实际上呢 马斯克 他这个言论 你可以看的激起了国内 特别是美国国内 实际上是两大族群的对立 你看看2019年底 2020年初啊 美国国会那个骚乱 也就是特朗普代表的 美国的红脖子啊 美国的国内的这个保守力量 全是白人 全是白人 冲击国会 当时呢 你可以看特朗普的支持势力 就是使用了一个大替代理论 美国白人 他们实际上形成了什么 形成了昂鲁萨克逊 自己的民族认同 他不希望被外族来替代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在我看来呢 是昂鲁萨克逊和犹太之间的这个矛盾 已经公开化 这是我个人看法 但是美国啊 他实际上呢 军事上是靠昂鲁萨克逊的海去 海洋上的霸权 那么实际上财富在谁手里 那现在对马斯克经制裁的这些犹太资本啊 所以大家也就看懂了 犹太人对马斯克 他这个行为 犹太人非常紧张 因为马斯克这个言论 未来可能会涉及到 美国国内种族问题 特别是昂鲁萨克逊 和这个犹太人之间合作问题 就实际上呢 大家知道犹太人和昂鲁萨克逊 关系其实非常微妙啊 这个犹太人并不是昂鲁萨克逊 国家的主体民族 犹太人也没有想过成为主体民族 但犹太人想控制美国怎么控制呢 他得削弱昂鲁萨克逊啊 就削弱你昂鲁萨克逊 把你变成什么 少数族裔 那么犹太人就可以通过啊 来影响美国国内经济政治 就完全掌控这国家 而没有一支力量能赶走 犹太人 没有一支力量能够什么 能够边缘化犹太人 所以这才是底层逻辑 就这么想吧 如果昂鲁萨克逊 他抱团 他形成了什么 形成了排外 昂鲁萨克逊 不断的加强对国内的控制 对美国的控制 特别像特朗普这些人回来 那么实际上 犹太人想控制美国 想影响美国政治军事 他影响力就下降了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民主党背后 就是犹太人的 全是犹太人支持 包括这个美国的 美国的很多大公司 捐款最多的还是给谁 给这个民主党 所以呢 实际上你看到美国的犹太人 对整个美国社会这种控制 那么移民 移民扩大 实际上就把昂鲁萨克逊人 也就是这个白种人 就真正的昂鲁萨克逊人 把他们变成边缘化了 过去你占整个民族的主体 那现在呢 我用其他种族来代替你 冲淡你 把你变成边缘化 那你对我的影响就削弱了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理解的 所以大家看着现在种族问题 在美国 你包括过去那个黑命贵问题 黑命贵问题 实际上也就是 美国国内啊 你可以看这个包括和特朗普之间 这种种族问题 黑人问题 民族 民族矛盾这个问题 在美国显现的一个主要原因 背后呢 实际上你看 还是美国政治的争夺 来控制美国国内 因为这个主体民族 昂鲁萨克逊呢 他如果啊 真的把权力收回的话 对犹太人 对其他的族裔 掌控美国不利 所以这就是美国的一个现实 他背后实际上还是权力的争夺 所以马斯克现在捅这个马蜂窝 所以你可以看到 让犹太人非常不高兴 因为他唤起了整个昂鲁萨克逊 唤起了这些白人 他们的 我觉得唤起了他们潜意识里边的 昂鲁萨克逊的血统 那么也就是他们实际上呢 要真正掌权 真正获得美国的控制权 那犹太人就变化了 所以我今天节目 你通过我今天讲解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是不是有道理 马斯克这个言论 他表达支持 如果唤醒了昂鲁萨克逊 那这些白人 他们未来在美国会控制更多的 他现在还是主体啊 他控制美国更多的政治 控制美国更多的 对外政策 包括更多的权力 那这些权力一定会削弱 犹太人的控制 或者叫少数族裔的控制 这就是美国国内政治 所以我说美国国内政治 其实更加复杂 这个实际上 你看美国的主体几个 几个人种 包括墨西哥人 黑人 他们现在权力在越来越扩大 他们的权力的扩大 也就削弱了昂鲁萨克逊 对犹太人的影响 那未来这个美国将很难再说是什么昂鲁萨克逊国家 那未来美国就真正的犹太国家 也就昂鲁萨克逊 他已经被边缘化了 那么昂鲁萨克逊被边缘化 他变成一个犹太 真正犹太人控制 那你包括黑人 你包括那些墨西哥人 对犹太人来说 他们根本啊 我觉得犹太人觉得他们根本构不成威胁 因为掌握了资本就能控制这些人 那用这些人口来冲淡昂鲁萨克逊人 犹太人就可以完全控制美国 就大家看到 现在马斯克他购买的这个推特 这个X平台 他过去呢 是让这个推特近了特朗普的声音 特朗普不允许在推特发门 但马斯克买完以后 马上特朗普他的推特就恢复了 也就是说马斯克背后实际上是什么 是有这个共和党 或者叫这个白人至上主义 他们的势力在支持 昂鲁萨克逊的力量 在拖着马斯克 也就是在拖着推特 看到没有 而犹太资本呢 实际上是远离这个推特的 远离这个马斯克的他资本 马斯克他的很多产业是交叉的 那么必然会产生这个问题 所以下一步要看马斯克怎么平衡 但是马斯克只要跟美国军方 在SpaceX有合作 马斯克他不会影响他的整个的产业 因为看的不是马斯克的人 看的是他背后的合作对象 美国军方中国政府 包括特斯拉在中国 SpaceX 那个星链卫星在美国的发展 看的是这个两个中国和美国的政府 那么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就美国的舆论实际上控制在两大种族的手里 一个是昂鲁萨克逊 一个是犹太 今天还有个消息很有趣啊 说拜登要在TikTok上 要建一个主页 就是拜登也要上TikTok了 拜登我记得好像美国很多州要进了 进TikTok 进抖音 现在来看 看来是进不了了 进了的话 谁看拜登老爷子 所以可以看 这个中国的TikTok给了美国一个第三种选择 就除了犹太资本的犹太报纸 昂鲁萨克逊的推特之外的第三个 就是中文的 中国人用的这个TikTok 就没有犹太也没有昂鲁萨克逊 意识形态的一个中文的社交媒体 TikTok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啊 美国这个国家 所以你看它背后这个政治上的底层逻辑 还是权力的争取 因为它是民选国家嘛 所以它一定要争取选民 怎么样获得政治呢 就是人头 那这个人头是昂鲁萨克逊 还是外来移民 对吧 还是我犹太资本控制这些 为犹太资本打工的这些 墨西哥人 黑人 华人 谁来获得这个权利 获得了权利 就有了资本 有了获得 对吧 所有啊 财富的这个机会 这是犹太人和昂鲁萨克逊在争夺的 所以在我看来 这个是背后的逻辑 就是昂鲁萨克逊和犹太 他两个斗争已经公开化了 过去双方的是心照不宣 默不作声 互相进行争夺 用民主党 用共和党在争夺 那现在来看 美国国内啊 特别到2024年大选 这个时间段 这种国内的政治斗争 共和党 民主党 我觉得这种斗争 慢慢就公开化 我之前就说过啊 美国这个国家呢 一旦没有了美元霸权 没有了犹太人 给他们手里面这张纸赋予能量 没有了这个霸权 那么他也就没了什么 没了真正的军事霸权 科技霸权 美国变成一个平均国家 美国可能会分裂 美国可能会再次发生内战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 你可以看到美国这个国家 是建立在犹太人和昂鲁萨克逊合作的级书上 那么现在来看 已经出现裂痕了 我再讲 美国可能会在突然之间 就像苏联解体一样 突然之间崩溃 美国可能会突然崩溃 苏联当时苏联解体也是突然发生的 所以我说美国可能会不苏联的后臣 但是欧亚大陆呢 它的崛起是历史必然 欧亚大陆崛起呢 这个财富是一定要转移回欧亚大陆的 财富的转移呢 美国啊 它最大的财富在犹太人手里 犹太人的财富也要转移回欧亚大陆 那这个转移的过程 如果昂鲁萨克逊 他不能参与的话 美国就会失去 世界这个霸主地位 美国的昂鲁萨克逊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 未来只能越来越激烈 看到了吧 所以就这个财富的转移会让昂鲁萨克逊越来越不信任犹太人 你怎么把我 对吧 积蓄这么多年的财富又转移回欧亚大陆 所以犹太和昂鲁萨克逊之间的矛盾 会导致在北美的排游事件越来越多 这就是未来 这就是美国的未来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啊 这个历史是循环的 当时啊欧洲的财富在犹太人手里边啊 德国包括法国包括很多欧洲的皇室也在排游 那么现在犹太人跑到美国跑到美洲财富也在犹太人手里边 昂鲁萨克逊也开始排游 所以有时候吧 你看历史就是这样 本质上还是什么 还是历史财富的转移 从欧洲转移回 转移到北美大陆 一百多年以后又从北美大陆转移回欧亚大陆 所以这就是历史的必然 每一次转移呢 犹太人都会经历啊 非常痛苦的啊 我觉得是犹太民族的苦难 都要经历 但这也是犹太民族的 我觉得是他这个民族的必然 因为他掌握了世界的财富 对吧 那你就要经历这一切 这都是符合逻辑 所以未来美国的政治你可以看到 就按我今天讲的 犹太人和昂鲁萨克逊之间 矛盾会越来越激烈 特别是中国超过美国以后 整个财富开始大规模的向欧亚大陆重新转移 美国人越来越没有钱了 美国的有钱人犹太人将资产重新转移回欧亚大陆 会激起昂鲁萨克逊人的不满 美国对什么 对其他种族的控制能力也在下降 那个时候美国种族宗教 贫富阶级各种对立 所以说美国未来 你再看现在这个美国的社会 你再看未来的美国社会 它的崩溃是一瞬间的 我一直在说美国可能一瞬间就崩溃 大家很难想象的 那么一瞬间一个超级大国就解体崩溃了 这都是可能发生的 只需要达到这个临界点 所以美国现在实际上你看跟中国竞争 它国内问题其实很多 我是支持欧亚大陆崛起的 欧亚大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虽然欧亚大陆它不像北美大陆 有那么先天优势 两洋 两个大洋隔离 欧亚大陆经历了一战二战 但是欧亚大陆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生态体系 就完整的生态链 民族啊宗教 你看在欧亚大陆 你看在欧亚大陆 它有一个完整的消化系统 而美国不行 因为美国那些人都是什么 都是最近三百年才到的北美 他没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 他消化不了这些问题 所以历史啊 你看懂了历史 你经常读历史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美国没有经历 是因为美国还没有到它经历的时候 美国到它经历的时候 美国要走中国 包括印度 包括欧洲 所有国家都要经历的一切 美国都要经历一遍 所以留给美国的 未来将是历史 美国要经历中国 所经历的一切 慢慢的 你才成立三百年嘛 后面时间长了三千年呢 还有 所以中国经历的一切 美国都要经历 这是一定的 现在美国是统一的 对吧 未来呢 就是分裂 和久必分 分久必和呀 所以美国经历这些 也是历史的必然 那至于美国 到底能成什么样子 只能留给历史了 但是人类文明 人类的财富 还是要回到欧亚 大陆 谢谢大家